自今天零时起,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调整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,这也是今年国内燃油附加费的首次下调。 8月4号,南方航空、翔鹏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公告,自8月5号起,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。 航线距离800公里寒以下,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收费标准为人民币80元。 航线距离800公里以上,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收费标准为人民币140元。 这是今年2月燃油费恢复征收以来的首次下降。 经过最新一轮下调,旅客在8月5号后买一张机票,相比下调前最高节省60元。